那么前面呢我们讲了scrappy的流程 对不对 那么来看一下scrappy 如果要用它该怎么用呢 毫无疑问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装这个模块 对不对 装这个框架 那也是一样的 pipe install scrappy就可以了 scrappy不要把这个词语给打错了 之前带的学生 学生以后还把python给打错了 这个就非常的丢人对吧 那么scrappy呢 我们装了之后呢 我们要首先干什么呢 和我们之前将狗一样 创建一个项目 对不对 那创建一个项目的命令呢 非常简单 scrappy start project 加上mySpider就可以了 mySpider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项目名 那前面的命令就是这个样子的 scrappy加上start project 后面接上项目名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 在当前这个目录下 创建一个爬虫试看看 什么样子的 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目录吗 pwd看一下 D08code是这个地方 我们图python3 切换一下环境 然后呢 我们scrappy start project 然后呢 progect 然后加入项目名 比如我们就叫mySpider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些提示 什么提示呢 newscrappy start project 新的scrappy项目 mySpider 使用的模板 这个模板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created in 在这个地方创建的这样一个项目 mySpider 位置在 D08code下面的mySpider下面 对不对 你可以开始你的第一个爬虫 使用下面这个命令 首先cd进去 然后呢 后面这个命令 那么刚刚呢 我们想当于创建的一个项目 创建项目之后呢 它其实我们使用模板 甚至类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可以在这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创建这个项目呢 里面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一个mySpider 这样一个文件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叫做scrappy.config 这毫无疑问 这肯定是我们项目的一个配置文件 对不对 那这个配置文件 它其实非常明确 然后呢自动的被创建 自动的被这个scrappy start project的创建的 那创建呢 之后呢 里面有这样两个内容 默认情况下 第一个是什么呢 指定我们这样一个项目的设置的 PUI文件在哪个地方 它是在mySpider settings里面 那么mySpider 这就是mySpider settings 就是它 我们的代码的设置呢 或者我们这个项目的配置呢 它是在mySpider settings.PUI里面的 到时候它就会往其中去找我们的 这样一个设置 那后面还有个deploy deploy 这是什么呢 这是发布 这是我们scrappy 提供了一个叫scrappy-d的 这样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能够帮助我们把代码呢 发布到这样一个服务器上面去 或者发布到我们的这样一个本级电脑上面去 让它去执行 那这个内容呢 我们在后续呢 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非常简单 那么除了这个配置文件之外呢 这个mySpider下面刚刚我们展开了 里面有一坨东西 首先也是一样有个spiders文件夹 还有一个下面这一堆内容 那下面这些内容都是什么呢 init没有什么东西 对吧 items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相当于可以在其中预先定义好 我们要爬哪些字段 我们可以在items中定义 那么midware呢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中间键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间键 还有爬中中间键 都是可以在里面写的 在这个地方呢 它给了我们一个demo 这个demo是没有做什么事情的 都是没有做什么事情的 我们可以参考它写 这是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pipeline 就我们的管道 管道是干什么呢 就是进行数据的处理 数据的保存的 对不对 所以它里面默认了一个processitem这个方法 这个item就是我们 通爬虫那个地方 传过去的item 回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中间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做事情 然后呢 还有settings.py 刚刚我们讲了 这是整个项目的这样一个设置 可以在这里面我们去定义 那么这些设置内容呢 看起来挺多的 但是后面我们都会讲 其实用到的东西呢 其实其中的一部分 非常简单 那么还有spiders文件夹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创建好的这样一个爬虫 都会放在这里面来 那创建好的爬虫呢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目前来说没有创建爬虫 所以这里面是空的 对不对 刚刚呢 我们只做了第一步 第一步做的事情呢 就是创建一个项目 那创建好一个项目之后呢 我们第二步就是应该干什么呢 生成一个爬虫 那生成爬虫命令非常简单 scrapy gene spider i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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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cast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爬虫名字 这后面来是什么呢 允许它爬虫的范围 为什么要给它一个允许的爬虫的范围呢 因为scrapy非常快 说明一不小心就爬到别的网站上去了 我们可能今天要爬新浪 说明一不小心就爬到网易去了 所以我们需要限制一下 不能让它爬得太快 不能让它爬到别的网站上去了 我们希望它就是爬 我们想要爬到域名下面的 比如说 现在我们就想让它爬 idcast 这个域名下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指定一下 那这个内容是哪个地方来的呢 就是刚刚我们在那里看到的内容 你可以开始你第一个爬虫 cd过去 所以那我们cd过去 至于到mySpider的项目文件夹下面去 然后使用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就是创建爬虫的命令 所以scrapy gen spider gen spider这是什么意思呀 generate spider 生成一个爬虫 或者初始化一个爬虫 generate的意思 对不对 然后呢 加上这个爬虫名 那爬虫名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itcast 然后呢 加上一个itcast的cn 对不对 itcast的cn 这是我们它允许它爬去的范围 那么回头看一下 什么样子的 是这样的内容 created spider idcast 使用的模板 basic immodel 下面这个内容 mySpider 然后呢 Spider是idcast 然后呢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idcast的这个爬虫呢 创建在了 mySpider 下面的Spider 下面 然后对面的位置在哪呢 在这个位置 有个idcast 在py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是这个样子 首先它imple了一下scrappy 然后有个这样的内 对不对 这个内 它寄成字scrappySpider 那说明它就是一个scrappy 这样一个spider 这样一个爬虫 然后里面有这些内容 这个name 我们刚刚自己定义的 对不对 这是什么呀 爬虫名 对吧 我老都没有 我们刚刚讲了 这是啥 允许爬去的范围 对不对 我们刚刚自己在 新增爬虫的时候呢 后面加了那个域名 就是 那么还有个style url地址 这是什么呢 这是最开始 是寄成的url地址 url地址 我们的爬虫 启动起来 必须得有一个url地址 告诉他 从哪个地方开始爬 对不对 那当前这个url地址 我们并没有给他指定 对吧 这是他通过 alot domain 自动帮助我们生成的一个 这样子的内容 这是自动帮助我们生成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现在要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来爬取 我们的这样一个 idcast.cn的诗字库 idcast 诗字库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传制的 索尔老师的信息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爬取 上面的索尔老师的信息 那么毫无疑问 死到了url地址 需要是他 对不对 但是呢 不能是他 我们还不确定 为什么呢 我们得确定 这个url地址 对它小于里面 有我们想的数据 是不是 那如何判断呢 我们看检查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在element里面呢 好像是锁了 这个脑池呢 它是在一个 力标签里面的 对不对 这是当前C++这个地方 那我们当点了一下 云计算它出去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些变化呀 那云计算它出去在哪呢 好像在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 它也是在立面下面的 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看到它class变了 发现没有 我再点一下 这个地方 是不是多了一个 T-tax是UR了呀 当前的位置 对不对 我们再展开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所以 只能看来 所有的这个脑池的信息 都是在这个力标签下面 力标签在UR下面 UR在DIV class T-tax下面 它是在哪呢 T-con下面 对不对 也是一样 我们复制一下它 显示一下网页源码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 毛点对不对 这个毛点不重要 我们前面讲过 对不对 有它或者没有它 都是一样的响意 是不是 那么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 T-con有没有 我们发现是有的 对不对 它是在哪呢 DIV class 它下面 然后UR有个力标签 每个力标签 好像是一个老字的信息 对不对 能看出来 这里是图片 然后呢 H3H4 这是什么呀 名字加直称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还有P P是什么呢 P是这个个人介绍 对不对 是不是这种个人介绍呀 所以说什么呢 好像数据都是有的 比如说我们展开一个力标签 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呀 H3H4P标签 还有一个美极标签 对不对 和这里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能看出来吧 是不是一样的呀 所以说我们想到数据 当前URG 对于想象里面是有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 STAR的URG 作为它 对不对 那么STAR的URG 就改了 改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景号去掉 对应的URG 是这个URG 对应的URG 乘于当我们的 旁种起来 启动起来之后呢 它会最开始抓这个URG 那抓这个URG 肯定能得到一个响应 对吧 这个响应会到哪儿去呢 非常非常简单 响应会到PaaS这个地方来 所以什么意思呢 PaaS这个方法 它是 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处理 STAR的URG 对应的响应的 这个方法呢 就是干这个事情 专门用来帮助我们处理 STAR的URG 对应的响应 STAR的URG在这 它的响应 会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这个Response 那这个Response 我们相当于在这里 能够拿到 对不对 拿到之后能干什么呢 那就提取数据吧 那提取数据怎么提取呢 前面学过XBaaS 对不对 这里我们也是XBaaS 那XBaaS该怎么用呢 非常简单 就是Response的XBaaS就好了 这里我们就能写XBaaS了 明白吗 方法和之前一模一样 那比如说 我们再来做一下尝试 我们要获取一下 这个H3 你就是老师的名字 对不对 那这个XBaaS该怎么写呢 首先我们可以取它 对不对 它下面的 所有的DIV 所有的H3 或者直接它下面的 所有的H3 是不是都取到了呀 因为这下面 包括了每个DIV 都是一个分类 或者一个学科 下面老师的信息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放过来 就是杠杠DIV R的Class 等于它 它下面的什么呢 杠杠H3 然后杠Tax 是不是取到了呀 那么取到之后 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们获取一下 YW的响应 怎么获取呢 不是说错了 我们来获取一下它的结果 我们用RET来接受一下 我们print一下RET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爬充 跑一下这个爬充 看一下结果 那爬充该怎么启动呢 爬充启动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 首先第一点 在哪个位置启动 因为现在我们是个项目 这是我们的项目文件夹 是MySBaller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在 项目文件夹下 启动我们的爬充 在它下面启动 所以对应的 就是我们刚刚创建 爬充那个位置 就这样子 当前呢 我们在MySBaller下面 大家看到 这个MySBaller就是我的文件夹 它下面是有这些那种的 首先有个MySBaller 然后呢 它下面一个Spiders 这上面全面是一堆 那么在它们下面启动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如何启动 对不对 那么启动我们的爬充 非常简单 就是scrappy 加上craw craw就是抓取的意思 抓取后面加什么呢 就要加我们的爬充名字了 爬充名字叫IDcast 所以我们这里写IDcast就好了 然后我们的爬充 就可以启动起来 回车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出来一坨东西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 看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日志 信息 对不对 前面我们讲过 老师应该有讲过日志 对不对 没有讲过没有关系 后面我们也会讲 那么有这样一堆日志 出出在我们中单上 看起来非常的麻烦 不方便 我们不想看它 就是我们可以在city里面 做些设置 这是什么呢 这是Nognever 大写的来做设置 Nognever 都是Nog的等级 Nog分为多少个等级 四个对不对 debug info warning 还有error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置 Nog等级是warning的话 最终我们中单上只会显示 warning和warning以上等级的日志 比它小的都不会显示 对不对 关于这里我们后面还会再讲 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知道 我们在city里面做这个设置之后 比warning等级要小的日志 都不会输入出来 那么重新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现在只有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我们只打印了一个东西 在程序里面 对不对 我们只打印了一个Rite Rite 首先结果是个什么类型 列表 列表中的每个元素是什么 对象 每个对象是什么对象 Synactor对象 看见吧 Synactor对象是什么样子 它有个Xpass Xpass是我们自己写的 对不对 是我们自己写的 然后还有Data 这个Data好像是我们要的结果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text之后 刚text之后 居然没有取到这个Data 对不对 那现在就无听难了 我们要取到这个Data 该怎么办呢 方法非常简单 叫extract extract翻译成中文 就是提取的意思 对不对 它可以用这个方法 从中提取所有的文字 我们这个时候再来跑一下 Rite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全部拿到了 看一下 这就是extract的方法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有问题 你明明是个列表 为什么可以使用extract呢 列表不应该是没有这个方法了吗 对不对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到 我们在我们的这样一个scruby里面 它这个地方得到一个列表 并不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个列表 它对这个列表做了一些偶在处理 虽然它已经算是方块这种形式 但是它其实不再是个列表了 不再说我们之前建的普通列表 而是个特殊的类型 这个类型 scruby自己定义的 所以在里面它可以使用extract的方法 明白吗 它可以做这个方法 因为这不再是一个 我们之前建的那个普通列表了 而scruby的那个列表 所以就这样来做 那这个地方相对于 我们就把数据提出来了 对不对 那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提的数据是什么提取 是不是先分组 再提取 对不对 那下面我们也是一样 做下一个先分组 那分组 分组我们按照什么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每个逆标签都应该是一组 每个逆标签是一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来逆标签进行分组 逆标签就是一个neast 对吧 等于什么呢 response 这就是xpass 杠杠DIV 也是和之前一样 addclass 等于teacon 对吧 它下面什么呢 杠杠逆标签 是不是取到了所有逆啊 那么对 它进行一个便利 for me in the list 然后呢 每个逆标签 依然和之前一样 可以继续使用xpass 那就是呢 我们杠杠什么呀 当天接下来杠杠h3 是不是所有的这样一个 名字拿到了呀 比如我们进一个item 那么item的什么呢 name 这是名字呀 这个名字 它的text 这个结果是什么类型呀 结果是什么类型呀 是不是和之前一样 是个列表呀 列表我们也要 使用extract 对不对 再取代第0个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再获取一个 什么呢 title 等于ne.xpass 对吧 也是一样的 叫杠杠h4 对不对 还记得吧 是不是这个地方 每个列表签下面有个h4呀 有h4就是直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叫title 也是一样text的 叫extract 然后取第0个 我们在那print一下这个item 没有结果 为什么没有结果呢 没有结果的原因会是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 nilist的没有内容呀 没有结果的原因 肯定就是这个nilist的没有内容 对不对 那为什么nilist的没有内容呢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地方写错了 对不对 就是这写错了 看一下吧 tcon 对吧 我们刚刚写错了 重新跑一遍 成绩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呀 拿到了 对不对 name等于它 它就等于它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里呢 我们能够随便取0吗 其实不能够随便取的 对不对 我们得判断 但是它成功大0的时候 才能取 否则不应该取 对不对 和之前是都一样 但是现在呢 我们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在scrpping里面 它除了提供extract之外呢 还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extract first 这个方法 extract first呢 它就能够 从这个列表里面 提取它第一个值 提取它第一个字符串出来 所以后续呢 我们都用extract first 就可以了 但我们只需要 它第一个结果的时候 此时此刻 我们是不是就只需要 第一个结果呀 所以我们使用extract first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效果肯定和之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这样一个问题 效果和之前一样 对吧 有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这里的 xbox写错了 extract first会怎么样呢 或者说在前面这个地方 我们xbox写错了 我们先把这个print注视起来 我们写了个h30 xbox毫无疑问 是错的 对不对 提计不到任何内容 那这个地方 RETE会是什么结果呢 大家猜一下 会是什么结果呀 是不是会有一个空列表呀 因为这样的去没有结果了嘛 没有结果肯定就是空列表了嘛 对不对 就跟这里一样 那如果说下面这个地方 我写错了 会是什么样子呢 对吧 下面这个地方 我写一个h30 这个地方会怎么样呢 大家猜一下 会是什么呀 有可能报错 有可能为nans 对不对 我们跑一下 是不是就nans了呀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我们xbox 或许不到处理的时候 我们调用extract first的时候呢 它会是个nans 对不对 而这刚好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么之前是不是就一直这样写啊 拿不到的时候就是nans 拿到的时候就是它第一个元素 所以刚好我们直接调用extract first 就能够帮助我们 我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就没有必要再去判断了 对不对 这是关于extract和extract first的方法 那么刚刚呢 相当于在这里呢 我们已经把我们数据拿到了 数据在哪呢 就在这个item里面 对吧 那在item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得把这个数据传到pipeline里面去 怎么传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在pipeline里面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打印一下这个item 在这边呢 我们就不再打印item了 pipeline是不是帮助我们出现数据的了呀 这个item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定义好的这个item 当然这个item 你的名字随便写 你写个a也是可以的 并不一定要非要是item 这只是个字典 对吧 我说你不用print 然后怎么把数据传过去呢 传过去非常简单 我们使用一要的就可以了 一要的item item就可以过去了 那毫无疑问 可以在我们引擎中间的时候呢 我们引擎 它会变定这个函数 对不对 不然的话呢 它可是拿不到item对应的值的 它会变定这个函数 拿这个函数对应的结果 把这个结果呢 都交给我们的item pipeline item的管道去处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要用item呢 为什么不直接 把这整个结果全部返回去呢 item是不是 把这个函数变成一个生成器啊 变成生成器的时候 每次进行循环它 是不是求到一个结果呀 是不是不会让我们item占用 数据太高呀 是不是减少item占用呀 所以这个地方 一要的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减少item占用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跑一下 成绩看一下结果 没有任何内容 为什么没有任何内容呢 刚刚明明在这里 pipelineprint了呀 对不对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到 我们要用pipeline的时候呢 不能直接这样写 还需要在setting里面 把它开启起起来 在setting里面 我们要开启我们的pipeline 才能用 那怎么开启呢 在这下面 这里有个itempipeline 看见到吗 它是被注视起来的 我们要用它 就必须把它开启起来 它是个字典 看见到吗 字典里有键和值 键是什么呢 mySpider.pipeline.mySpider.pipeline 这是什么呀 这是当前我要启动的 pipeline的位置 比如说 它的名字 就叫mySpider.pipeline 对不对 它在什么位置呢 它是在项目文件夹 下面的mySpider 就这个mySpider 对不对 mySpider下面的pipeline 下面的mySpider.pipeline 注意这个位置了吗 mySpider下面的pipeline 下面的mySpider.pipeline 所以它这个位置 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呀 相对于我们项目路径下而言 相当于是我们执行执行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项目路径下执行 发现这个地方的东西了吗 所以说它是这样写的 但是键表示是pipeline的位置 那直这个地方指的是 它距离引擎的远近 什么叫距离引擎的远近呢 意思是我们可以定义多个pipeline 我们每个pipeline 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 定义多个pipeline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的数据 就会先经过一个pipeline 再经过一个pipeline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我数据到底先经过哪个pipeline呢 对吧 那比如说我要经过一个pipeline A再经过pipeline B 那凭什么先经过它 再经过它呢 因为我们这里有配置 这个表示距离引擎的远近 如果距离引擎越近 数据呢就会先经过它 所以说这个数据越小 表示距离引擎越近 表示数据会越先经过这个管道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管道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等一下再看 有两个管道是什么样子 我们刚刚把这个地方 开启起来了对不对 那开启起来之后呢 我们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了呀 所以我们必须先把pipeline 开启起来才能用 那么刚刚我们讲了 有两个pipeline的情况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再写个pipeline 就是定个类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叫它pipeline1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再print pipeline了 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给item呢 添加一个键 比如说叫hello 那对应它指是什么呢 word 我们让数据先经过它 再经过它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打印item的时候呢 它多了一个hello这个键 多了一个hello这个键 说明数据是先经过它的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在这打印item 中间没有hello这个键 那说明数据先经过它了 对不对 那对呢 我们在这键还不行 还需要cd里面 把它开启起来 就添加到这个字点里面去 一个是mypipeline myspel的pipeline 一个叫myspel的pipeline1 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显示301 很明显它小 它大 所以数据先经过哪个呀 下面这个 对不对 因为它小 距离越近对吧 我们再跑一下诊息 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有个hello world的呀 所以说什么呢 数据确实先经过它的 再经过它的 也就是数据 先经过这个process item 进行的处理 加了一个这个键 然后在这里呢 才会打印hello 以及对应的world 对不对 明白吗 这个地方 那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里有return呢 不要return行不行 对不对 是不是 为什么会return 函数里面带return 是什么样效果呀 函数里面有return 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有返回值呀 如果我们定义那个函数 这个函数没有return 我们用an接收这个函数 对那结果 A是什么呀 难值对不对 就刚刚这地方一样 看见了吗 如果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return 我们在这里 还要用这个item的时候 item就是难值 所以说 为了让数据 能够在不同的pipeline中间传递 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前一个pipeline 需要必须得有return 不然的话呢 我们后面这个地方 item就是难值的 明白吗 就是这个地方 关于pipeline这个地方 那么刚刚给大家讲的 就是一个是 关于定义这样一个items 对不对 不是说错了 一个是关于定义这个spider 对吧 定义spider里面呢 我们说 我们的pars函数呢 能够处理 start的ult对它响应 我们可以通过eer的 把数据呢 传给我们的pipeline 对不对 那可能有同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 eer item呢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一个方法叫做 讲过一个东西 叫我们可以定一个contain list 对不对 这个列表 我们可不可以 把这个contain list item放到这个contain list 里面去呢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后面 统一的eer的一个 contain list呢 对不对 可以这样做呢 我们不清楚 对吧 不清楚我们可以尝试 那么再来看一下 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这地方报了一个 这样的错误 对吧 error spider must return request baseitem dict 或者是nunch got list 但是获取到了一个列表 明白吗 这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么yield 要么return的时候呢 必须返回一个 request对象 或者这个baseitem 这个内心 或者这个字典 或者这个nunch 但是现在呢 获取到了一个列表 对不对 意思是 我们列表是不被允许的 为什么列表不被允许呢 我们用一个列表 其实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我们前面说 我们在这里使用 eer的item 因为我们程序在 隐形在变定 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隐形在变定 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它会挨个读这个item 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这里 一下eer的一个列表 是不是它瞬间会把 列表里面那种 全部读到内存里面去啊 全部读进去之后 其实它没有 任何的效果 就减少这个内存的占用 对不对 所以是 不能这样做的 那么可能那个时候大家有问题 这个地方 request baseitem 这个地方 或者难指 这是什么 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会讲的 request指的是一个 request对象 可以在这要的 baseitem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item里面定义的 这样一个类 可以干什么呢 可以返回 或者说呢 字典可以返回 或者难指可以返回 除此之外的其他值 都不能返回 明白吗 那可能有同学又想了 你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定一个函数呢 叫pass呢 你不能写个叫pass1 pass2 pass100 或者叫什么 或者叫什么其他任何方法嘛 对不对 这个地方必须就是这个方法 我们比如说把它改成pass1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这地方报错了 报什么错呢 就看一下 rease了一个notimplementerror 这个错误大家之前见过吗 应该在江湖里面见过 这个错误呢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方法没有完成 比如我们自己写个函数 但是我们这个方法还没有完成 可能还没写好 那别人调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 为了给别人一些提示 我们可以在这个函数里面 rease一个notimplementerror 就是告诉别人用的使用者 我们这个函数的还没有完成 你不应该用它 明白吗 那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当前pass函数没有完成 所以我们不能再用它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scrappyspader里面 在这个复零里面是有个pass方法的 这个pass方法它没有写完 所以我们在它的子内里面 我们必须定义一个pass方法 让它做什么事情呢 处理styleuog对我们的响应 否则的话呢 如果我们不定义这个方法 它就会立马在这报错 明白吗 这个方法就是它我们创业这个函数的时候 自动帮我们写好的 所以也必须是个方法 这个方法不能改 因为它专门是用来做这个事情的 就是处理styleuog对我们的响应 那除了这个名字不能改之外呢 我们在pip9里面 我们的processitem这个方法呢 也一样不能改 改了之后呢 这个数据是不能够经过processitem进行处理的 也就是不能经过myspader这样一个pip9管道进行处理的 明白吗 必须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专门这个管道来接收我们引擎床的数据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 如果我们就把这个方法没有改了 如果我们没有定义一个processitem这个方法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处理不了这种数据的 也就是我们在后面这个地方拿到item的时候呢 这个item是取不到的 明白吗 这两个地方方法不能改 那这是关于我们关于这样一个scrapping里面的入门使用 刚刚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四步 第一步创建一个项目 scrappingstarterproject加上项目名 称之一个爬虫scrapping进spider加上爬虫名 加上爬虫的范围 那么提取数据呢 就是玩上我们spider 我们在spider中呢 提取数据 后续呢 我们也会讲如果提供URL地址 也是一样的 插发词 对吧 提取完数据之后呢 我们把数据传到了pip9里面去保存 那pip9里面呢 我们首先得set里面开启它 那么开启的时候 它对应的是个字典 现在键呢 是指这个pip9的位置 对吧 那指呢 是对应的这个pip9 它的权重 对不对 明白吗 这个地方 那么对应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 我们把这所谓的内容 全部放在课件上面了 这个地方是创建好一个项目之后的 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每一个文件是干什么的 我们写在这个地方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创建好一个爬虫之后呢 就是会多一个 idcast.py这样一个文件 这就是我们定义的 创建好的爬虫文件 我们可以在里面呢 完善我们spider 那完善spider的时候呢 我们初始化一个爬虫之后呢 它对应的会创建这些内容 比如说name a lot of mean 这干什么刚刚讲过 爬虫名 允许爬虫的范围 style URL地址表示它 最开始抓取的URL地址 那么pass含书呢 专门就是处理 style URL地址对它响应的 然后在中心呢 我们可以写xpass去数据 然后对它还有extract 还有extract的方法 pass方法不能改 对不对 然后呢 response 这样xpass呢 是返回一个 含有信用对象的一个列表 我们使用extract的方法呢 就得到结果仍然是个列表 如果使用extract first的话呢 它结了结果是个字符串 如果有的话呢 它就有个lunch 对不对 然后pip9里面 也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eard就可以传过去了 eard生成器 减少对层的占用 那么在pip9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processitem里面 去实现这个数据的处理 以及存储的方法 都可以在里面做 那这个地方item呢 就是我们的partule里面 这里eard这个item 就到最终的pip9里面去了 这个item对吧 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么对呢 在cd里面呢 它有一些这样的配置 一个是位置 一个是权重 权重是什么意思 那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关于我们的 帕虫记住room这一块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进行今天这一天的复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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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